韩剧《太阳的后裔》成功提升了南韩军人的形象 来让国防部打算要仿造拍个台版的《太阳后裔》 不过就遭到外界质疑浪费公帑 因为其实过去就曾经有拍摄过《勇士们》偶像剧 收视率是惨不忍睹 况且光是场景资金就不如韩国 台湾想要结合拍摄台剧翻转形象 甚至凭观光 在行销的策略上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带你去看看 以军队为故事背景 韩剧《太阳后裔》成功打造南韩军人形象 让国防部也打算比照办理 还要定位成偶像剧 但真的能媲美韩剧吗 台湾的就制作成本一看就知道不一样 像韩剧很多那种大场面 因为毕竟我们台湾就是其实对于影视那类的 毕竟没有像韩国就愿意赚那么多钱 因为他们是有去国外取景什么之类的 民众爱韩剧总比爱台剧多一点 看看《太阳后裔》收视率冲出最高38.8% 制作费就砸了3.8亿元台币 还为韩国带来超过300亿的经济效益 加上日前国防部耗资3000万筹牌勇士们 收视率仅0.43惨不忍睹 想要重新再来一次也难怪外界不看好 不过也不能说台剧完全没有成功过 打造不同于偶像剧的高规格 皮子英雄高雄取景拍摄 不管捷运购物中心全入景 成功帮高雄打了一场城市行销战 早期台剧流行花园捧红F4 也带动日韩妹来台观光追星 说穿了想学韩国拍片行销宣传 甚至扭转国军形象不是不行 但重点怎样才能真正发挥行销效益 我们的公共政策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思维 我们的公共政策都只是想要 比如说花这么少的钱 然后去想要达到国外的一些效果 如果说你真的要帮助 或者是结合台湾文创的力量 你必须拿出专业 完整的去规划一个长期的做法 比如说你真的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 你必须要问各军种 或者是各个真实的故事的考量 你要结合很多很多的内容在那里面 那这些东西都要花钱 学者点出想发挥行销效益 就应该有长远的完整规划 让台剧走出自己的路 除了给资金 钱也得想办法花在刀口上 而飞到最后终究只是为了急救张 欢迎收看索红杰 李嘉恒台北报道